欢迎朋友们 哈喽 大家好 龙哥 好亮丽 我的龙哥 跟我太配 好久不见 你们的衣服好配 一看就是我的朋友 对的 哈喽 老胡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刘思涵 英哥 我们在台湾 见过 对 来 请坐 朋友们 好 那你去介绍一下 好的 好的 这是我今天邀请来的 老友 老友 梁龙老师 耶 谢谢 久两大名 然后我在认识他之前 我一直以为他是光头 就是因为远看 我也看不清楚 我以为像颗乳蛋一样的 没想到在2020年 在姐姐的节目上 认识龙哥之后 发现他是有头发的 就特别像一个猕猴桃 然后我觉得他长得跟梁龙老师很像 所以他也加猕猴桃 这个开场白特别好 对 对 对 反正就是 就是跟黄霖一直相有一个舞台合作 欢迎龙哥 欢迎龙哥 来 欢迎龙哥 来 欢迎龙哥 那接下来就是思涵了 对 我这次终于请到一个妹妹了 都是弟弟或者是兄弟 他叫刘思涵 他叫刘思涵 然后我跟他的关系就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 大家好 我是刘思涵 我就是之前在金曲奖上 佩妮姐把我叫成陈思涵的那个刘思涵 对 我制作了陈思涵这张专辑 谢谢 你一定要讲 这样多小心 这个有多小心 十年你还这么讲 然后网友都会来 陈思涵来了 陈思涵来了 你完全体现了你格局小 你看 那杰哥你今天你的好友呢 你看我坐这么长位置 这本来不属于我 应该还是会有一个 那还在路上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时光老友 我们共同的老友 对 很难猜到 来了 出来了 来了 好 好 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时光鲜狐伙伴黄子红凡 黄子 那么现场的朋友们 今天是时光音乐会的收官之夜 今天晚上除了能听到好听的歌曲之外 还能结交到非常多的新朋友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奇妙交友夜 今天的五位时光音乐人会成为今晚交友群的群主 创建自己的交友群 并依次带来他们的音乐时刻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时刻 想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们 大家可以通过群主的交友口令 进入每个好友群 五个好友群总人数累计超过两千人 将会为大家解锁一位时光惊喜好友的到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旗帜鲜活奶粉的音乐时刻 首先在这里请大家稍作等待 我们将迎来第一组时光音乐人 我们今天谁先唱 那今天我先唱吧 好 好 加油 期待 期待你们的表演 接下来要登场的二位呢 听他们的现场 向在六届遨游 各位即将解锁一种 见证外星人在游乐园 用唢呐吹摇滚的奇妙体验 欢迎黄铃 梁龙 带着这首大开大合的《羊》 小火龙 小火龙 人家叫他 叫龙哥小火龙 小火龙 谢谢大家 谢谢 爆炸了 我觉得这个周围开场曲太好了 好想在现场 好想在现场 对 谢谢大家 为什么我们被困在这小屋子里 好想看现场 对 大家好 我是今天很绿色的 《羊龙零》黄铃 站在我旁边的这颗和我一样 绿油油的 是我的《羊龙》梁龙 龙哥 欢迎 非常开心 然后黄铃能邀请我来 参加这次录制 也是特别难得的一次 跟我的舞台精灵 一次舞台的合作 谢谢大家 谢谢黄铃 好热 龙哥 好优雅 好优雅 你看他的站姿都很优雅 好优雅 现在我们就要和大家面对面的建群 没错 我们的进群的这个数字 是我和龙哥的月份数字 就是0210 0210 大家快进来跟我们做朋友吧 来 来吧 当个朋友 没毛病 照有吧 反正有 大马时光 汉多明 来吧 来吧 进群吧 反正有 大马方向 五百个名额 来吧 欢迎公主进群 我拍张龙哥 我和我的自拍好不好 3 2 1 好 慢一点点 这照片发进群了 发进群了 在群里了 最后倒计是 5 4 3 2 1 时间到 大家真是又收到了满满的福利 好的 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请二位先回到时光之家稍坐休息等待 谢谢 我们回来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太炸热了 太炸热了 你们不是第一 谁是第一 没有 太炸热了 你们当开场曲太适合了 太棒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超级配 就是很难有人能够搭得上龙哥的气势 那我觉得也很难有人能搭得上灵灵的那个风格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搭得很好 就是很难找到如此契合的搭档 好 我会考虑把头发剃掉的 那还不如留头 没事